来关注又有飞机发生了事故 在金门的上一机场有一架 编号061的远航客机 疑似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 再加上地面湿滑的关系 降落的时候 刹车不及冲出了跑道中止线 机上有98名乘客饱受惊吓 脱掉车赶紧将飞机脱离 跑道消防车全程戒备 地勤人员忙进忙出 就是因为这架远东航空编号061客机 疑似因为降落速度太快 不慎冲出跑道 紧急刹车的时候 整个人赶到前面的桌子 机上坐的98名乘客 全都饱受惊吓 冲出跑道的客机 也让后续数个航班因此延误 我们在飞机上大概待了40分钟 每个人200块的卫文斤 因为是台风的影响 失事原因初步研判 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加上跑道失滑 让飞机降落时超过跑道停止线 差一点就要冲出跑道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这个意外插曲 也让金门上议机场一度关闭 再经过一个小时后重新开放 详细肇事原因也正在厘清调查中 记者综合报道